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早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陳恩進 持續受著東北過後風的影響 今早早天氣都頗冷 今早早市區的最低氣溫只有15度左右 新界地區由於輻射冷卻比較明顯 氣溫都顯著較低 部份地區甚至只有10度或以下 至於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我們見到華南地區都是晴空曼 所以在晚上的時候 我們見到星光和月光 日出之後我們都見到一片藍天 由於天晴乾燥的關係 日間的氣溫都會上昇得比較快一點 預測將會是天晴非常乾燥 早上天氣清涼 日間的最低氣溫大概會上升到21度左右 風方面會是吹和喚的北至東北風 初時離岸風勢會是間中清靜的 而紅色火漿危險警告亦是生效的 大家在保暖之餘亦都要注意保濕 我們預計東北風會在未來的幾天 繼續影響著華南地區 所以未來的幾天早上天氣仍然清涼 而新界的氣溫亦都會顯著較低 亦都是由於天晴乾燥的關係 日夜溫差都會比較大一些 大家要記得注意 天氣就和大家看到這裏 再見 明天 Connor 明天明天 Santa Clara